第20回黄丰岭唐僧有难半山中八戒争先 既曰 法本从心生 还是从心灭 生灭尽由谁 请君自辨别 既然皆己心 何用别人说 只需下苦功 扭出铁中邪 绒绳作鼻穿 晚定虚空节 拴在无为数 不使他颠裂 默认贼为子 心法都忘绝 修叫他瞒我 一拳先打撤 献心亦无心 献法法也错 人牛不见时 碧天光皎洁 秋月一般远 彼此难分别这一篇祭子 乃是玄奘法师误撤了多心经 打开了门户 那长老常念长存 一点灵光自透 且说他三众 在路参风宿水 带月披星 早又至下景掩天 但见那 花尽蝶无情绪 树高产有生轩 也残成茧火流盐 找内心河出现 那日正行时 忽然天晚 又见山路旁边 有一村舍 三藏道 悟空 你看那日落西山藏火径 月升东海线冰轮 幸而道旁有一人家 我们且戒宿已消 明日再走八戒道 说的是 我老猪也有些饿了 且道人家化些斋吃 有力气 好挑行李 行者道 这个恋家鬼 你离了家几日 就生抱怨 八戒道 哥啊 似不得你这喝风喝烟的人 我从跟了师父这几日 常忍半度鸡 你可想得 三藏门之道 悟能 你若是在家心中喝 不是个出家的了 你还回去吧 那呆子慌得跪下道 师父 你莫听师兄之言 他有些脏埋人 我不曾抱怨甚的 他就说 我抱怨 我是个职场的吃汉 我说到肚内机了 好寻个人家化斋 他就骂我是恋家鬼 师父啊 我受了菩萨的戒行 又成师父怜悯 情愿要服侍师父往西天去 事无退悔 这叫做恨苦修行 怎的说不是出家的话 三藏道 既是如此 你且起来那呆子纵身跳起 口里絮絮叨叨的 挑着单子 只得死心塌地 跟着前来 找到了路旁人家门守 三藏下马 行者接了缰绳 八戒歇了行礼 都助力绿音之下 三藏拄着九环西杖 暗暗藤缠灭之斗篷 先奔门前 只见一老者 斜以竹床之上 口里莺莺的念佛 三藏不敢高言 慢慢地叫一声 施主 问讯了那老者 一股鲁跳江起来 盲脸一斤 出门还礼道 长老 施盈 你自那方来的 道我寒门何故 三藏道 贫僧是东土大唐和尚 奉圣旨上梅音寺拜佛求经 是至宝方天晚 一头坛府告诫一消 万其方便方便 那老儿白手摇头道 去不得 西天难取经 要取经 往东天去罢三藏口中不语 一下沉吟 菩萨指导西去 怎么此老说往东行 东边那得有经 腼腆难言 半赏不达 却说行者所幸凶丸 忍不住 上前高叫道 那老儿 你这么大年纪 全部小事 我出家人远来借宿 就把这燕顿的话唬唬我 时分你家窄侠 没处睡时 我们在树底下 好道也做一夜 不打搅你 那老者扯住三藏道 师父 你倒不言语 你那个徒弟 那般拐子脸 蝶颗腮 雷公嘴 红眼睛的一个老病魔鬼 怎么反冲撞我这年老之人 行者笑道 你这个老儿 特也没颜色 似那俊瓜歇尔的 叫做仲侃不忠持 想我老孙虽小 脱结实 皮过一团筋力 那老者道 你想必有些手段 行者道 不敢夸言 也将就看得过 老者道 你家居何处 因甚是削发为僧 行者道 老孙祖冠东盛神州 海东奥莱国 花果山 水莲洞居住 自小而学做妖怪 称名悟空 平本时 正的一个齐天大圣 只因不受天路 大反天宫 惹了一场灾迁 如今拖难消灾 转败沙门 前求正果 保我这唐朝架下的师父 上西天拜佛走遭 怕什么山高路险 水阔波狂 我老孙也捉得怪 降得磨 拂虎擒龙 踢天弄井 都晓得歇尔 倘若府上有什么丢砖打瓦 锅叫门开 老孙便能安静 那老儿听的这篇言语 哈哈笑道 原来是个撞头画原的 鼠子和尚行者道 你儿子便是鼠嘴 我这些时 只因跟我师父走路辛苦 还懒说话力 那老儿道 若是你不辛苦 不懒说话 好到活活地刮杀我 你既有这样手段 西方也还去的 去的 你一行几重 请至茅舍里安肃三藏道 多蒙老师主不斥之恩 我一行三重老者道 那一重在那里 行者指着道 这老儿眼花 那绿荫下站的不是 老儿果然眼花 忽抬头细看 一见八戒这般嘴脸 就唬得一步一跌 往屋里乱跑 只叫 关门 关门 妖怪来了 行者赶上扯住道 老儿莫怕 他不是妖怪 是我师弟老者 站兢兢的道 好好好 一个丑似一个的和尚 八戒上前道 老官儿 你若以相貌取人 干净差了 我们丑自丑 却都有用 那老者正在门前 与三个和尚相讲 只见那庄南辫 有两个少年人 带着一个老妈妈 三四个小男女 脸衣赤脚 插秧而回 他看见一匹白马 一单行李 都在他家门首喧哗 不知是甚来历 都一拥上前问道 做什么的 八戒掉过头来 把耳朵摆了几百 长嘴伸了一身 吓得那些人东倒西歪 乱腔乱憋 慌得那三藏满口招呼道 莫怕 莫怕 我们不是歹人 我们是取经的和尚 那老儿才出了门 掺着妈妈道 婆婆起来 少要惊恐 这师父 是唐朝来的 只是他徒弟连嘴丑些 却也面恶人善 带男女们家去 那妈妈才扯着老儿 二少年领着儿女进去 三藏却坐在他们楼里 竹床之上 埋怨道 徒弟呀 你两个相貌既丑 言语又粗 把这一家儿 吓得七损八伤 都替我身造罪力 八戒道 不瞒师父说 老朱自从跟了你 这些时俊了许多力 若像往常在高老庄走时 把嘴朝前一拘 把耳两头一摆 长下杀二三十人厘 行者笑道 呆子不要乱说 把那丑也收拾起些 三藏道 你看悟空说的话 相貌是生成的 你教他怎么收拾 行者道 把那个耙子嘴 揣在怀里 莫拿出来 把那菩萨尔 贴在后面 不要摇动 这就是收拾了 那八戒 真个把嘴揣了 把耳贴了 拱着头 立于左右 行者将行李拿入门里 将白马拴在庄上 只见那老儿 才饮个少年 拿一个板牌 拖三杯清茶来献 茶坝 又吩咐办斋 那少年又拿一张 有窟窿无漆水的旧桌 端两条破头蛇脚的凳子 放在天井中 请三众凉处坐下 三藏方问道 老师主 高姓 老者道 在下姓王 有几位令司 道 有两个小儿 三个小孙 三藏道 恭喜 恭喜 又问 年寿几何 道 吃掌六十一岁行者道 好 好 好 花甲重逢以三藏复问道 老师主 始初说西天经难取者 何也 老者道 经非难取 只是道中尖色难行 我们这向西去 只有三十里远近 有一座山 叫做八百里黄蜂岭 那山中多有妖怪 故言难取者 此也 若论此位小长老 说有许多手段 却也去得行者道 不妨 不妨 有了老孙 与我这师弟 认他是什么妖怪 不敢惹我 正说出 又见儿子拿将饭来 摆在桌上 道声请摘三藏 就和掌奉起摘金 八戒早已吞了一碗 长老的几句 惊还未了 那呆子又吃够三碗 行者道 这个南康 好到撞着饿鬼了 那老王道也知去 见他吃得快 道 这个长老 想着食饿了 快添饭来 那呆子真个时长大 看他不抬头 一连就吃 有十数碗 三藏行者聚个吃步 上两碗 呆子不住便还吃力 老王道 仓足无瑶 不敢苦劝 请再进一斤 三藏 行者聚到 够了八戒道 老儿滴答甚么 谁和你发客 说甚么五瑶六瑶 有饭只管天将来 就是呆子一顿 把他一家子饭 都吃得庆尽 还只说才得半饱 却才收了家伙 在那门楼下 安排了竹窗板铺睡下 次日天晓 行者去背马 八戒去整丹 老王又教妈妈 整这些点心汤水管带 三仲方致谢告行 老者道 此去躺路间有甚不渝 势必还来谋涉 行者道 老儿 莫说哈话 我们出家人 不走回头路 遂此策马挑担西行 一 这一去 果无好路朝西域 定有邪魔将大灾 三仲前来 不上半日 果逢一座高山 说起来 十分险峻 三仲马到临牙 斜挑宝凳观看 果然啊 高的是山 峻的是岭 斗的是牙 深的是鹤 想的是泉 鲜的是花 那山高不高 顶上皆清宵 这件深不深 底中见地府 山前面 有股嘟嘟白云 一瞪瞪怪石 说不尽千丈万丈邪魂牙 牙后有弯弯曲曲藏龙洞 洞中有叮叮当当滴水盐 又见些压压叉叉带角路 尼尼痴痴看人张 盘盘区区红林莽 耍耍玩玩白面圆 至晚八山寻雪虎 带小翻波出水龙 蹬得洞门呼啦啦响 草里飞禽 扑鲁鲁起 临终走兽 拘律律行 猛然一阵狼虫过 吓得人心科登登京 正是那当倒动当当倒动 动当当当倒 动当山 清代染成千丈玉 必杀笼罩万堆烟 那师父缓错银聪 孙大圣亭云漫步 诸雾能摩丹徐航 正看那山 忽闻的一阵旋风大作 三藏再马上心惊道 悟空 风起了 行者道 风却怕他怎的 此乃天家四十之气 有何俱灾 三藏道 此风其恶 比那天风不同 行者道 怎见得不比天风 三藏道 你看这风 微微荡荡洒飘飘 渺渺茫茫出笔消 过灵指纹千树后 入灵淡见万甘瑶 岸边百柳连跟洞 园内吹花带叶飘 收网渝州接近懒 诺鹏客挺进抛锚 图伴征服迷失路 山中桥子丹南条 仙果林间猴子散 齐花从内路而逃 牙前跪摆磕磕岛 剑下松黄叶叶雕 拨土阳尘沙蹦蹦 翻江脚海浪滔滔 八戒上前 一把扯住行者道 师兄 十分风大 我们且躲一躲 而干净行者笑道 兄弟不计 风大时就躲 躺货亲面撞见妖精 怎的是好 八戒道 哥啊 你不曾闻得 避色如避愁 避风如避见妮 我们躲一躲 也不亏人行者道 且莫言语 等我把这风抓一把 来闻一闻看 八戒笑道 师兄又扯空头晃了 风又好抓得过来闻 就是抓得来 师爷钻了去了 行者道 兄弟 你不知道老孙 有个抓风之法 好大胜 让过风头 把那风尾抓过来 闻了一闻 有些兴起 道 果然不是好风 这风的味道不是虎风 定是怪风 断呼有些蹊跷 说不了 只见那山坡下 简尾跑题 跳出一只斑斓猛虎 荒得那三藏坐步稳飙安 翻跟头跌下白马 血已在路旁 真个是魂飞魄散 八戒丢了行李 撤定把 不让行者走上前 大鹤一声道 灭畜 那里走 赶将去 劈头救助 那只虎直挺挺站将起来 把那前左爪轮起 抠住自家的胸膛 往下一抓 呼喇的一声 把个皮包将下来 站立到旁 你看他怎声恶像 以 那模样 血津津的赤波身躯 红绢绢的弯缓腿足 火焰焰的两鬓蓬松 硬硬硬的双眉直竖 白森森的四个钢牙 光耀耀的一双金眼 气昂昂的努力大消 熊啾啾的力声高喊 喊道 慢来 慢来 武党不是别人 乃是黄蜂大王部下的前路先锋 金锋大王严命 在山巡逻 要拿几个凡夫去做暗酒 你是那里来的和尚 敢煽动兵器伤我 八戒骂道 我把你这个孽畜 你是认不得我 我等不是那过路的凡夫 乃东土大唐玉帝三藏之弟子 奉旨上西方拜佛求经者 你早早地远离他方 让开大路 修经了我师父 饶你性命 若似钱昌觉 把举处却不留情 那妖精纳容愤说 急进步 丢一个架子 往八戒劈脸来抓 这八戒忙闪过 轮巴救助 那怪手无兵器 下头就走 八戒随后赶来 那怪到了山坡下乱石丛中 取出两口赤铜刀 及轮起转身来赢 两个在这坡前 一往一来 一冲一撞地堵斗 那里孙行者掺起唐僧道 师父 你莫害怕 且坐住 等老孙去住住八戒 打倒那怪好走 三藏才坐江起来 战兢兢的 口里念着多心惊不提 那行者撤了铁棒 赫声叫拿了 此时 八戒抖揍精神 那怪盖下阵去 行者道 莫饶他 勿要赶上 他两个轮定把 举铁棒赶下山来 那怪慌了手脚 使个金蝉脱鞘剂 打个滚 陷了圆身 依然是一只猛虎行者 与八戒那里啃舌 赶着那虎钉 要除根 那怪见他赶得致近 却又抠着胸膛 包下皮来 山盖在那卧虎石上 脱针身 画一阵狂风 进回路口 路口上那师父 正面多心惊 被他一把拿住 驾长风射将去了 可怜那三藏啊 江流注定多魔折 祭面门中攻行难 那怪把唐僧擒来洞口 按住狂风 对把门的道 你去报大王说 前路虎先锋 拿了一个和尚 在门外听令 那洞主传令 叫 拿进来那虎先锋 腰撇着两口赤铜刀 双手捧着唐僧 上前跪下刀 大王 小将不才 盟军令差 往山上巡逻 呼吁一个和尚 他是东土大唐 架下御帝三藏法师 上西方拜佛求经 被我擒来奉上 辽聚一传 那洞主闻得此言 吃了一惊道 我闻的前后有人传说 三藏法师 乃大唐奉旨意取经的神僧 他手下有一个徒弟 名唤孙行者 神通广大 智力高强 你怎么能够捉得他来 先锋道 他有两个徒弟 先来的是一柄九尺钉拔 他生得嘴长耳大 又一个是一根金箍铁棒 他生得火眼金睛 正赶着小将争持 被小将使一个金蝉脱鞘之计 彻身得空 把这和尚拿来 奉献大王 辽表一餐之敬 洞主道 且莫吃他这先锋道 大王 见识不识 呼为列诀 洞主道 你不晓得 吃了他不打紧 只恐怕他那两个徒弟 上门吵闹 畏畏稳便 且把他绑在后园定封庄上 待三五日 他两个不来搅扰 那时节 一则涂他身子干净 二来不动口舌 却不认我们心意 或煮或蒸 或煎或炒 慢慢地自在受用 不持先锋大喜道 大王身谋远虑 说得有礼教 小的们 拿了去旁边 拥上七八个绑副手 将唐僧拿去 好便四鹰拿燕雀 锁绑神蝉 这的是苦命将留私行者 遇难神僧享悟能 道生 徒弟啊 不知你在那山秦怪 何处降妖 我却被魔头拿来 遭此毒害 几时再地相见 好苦啊 你们若早些而来 还救得我命 若十分迟了 断然不能保矣 一边接探 一边泪落如雨 却说那行者 八戒 赶那虎下山坡 只见那虎跑倒了 他扶在牙前 行者举棒 尽力一打 转阵地自己手疼 八戒付住了一把 一将把尺蹦起 原来是一张虎皮 盖着一块卧虎石 行者大惊道 不好了 不好了 中了他忌也 八戒道 中他甚计 行者道 这个叫做金蝉脱鞘计 他将虎皮扇在此 他却走了 我们且回去看看师父 莫遭毒手 两个急急转来 早已不见了三脏 行者大叫如雷道 怎得好 师父已被他擒去了 八戒即便牵着马 眼中滴泪道 天哪 天哪 却往那里找寻 行者抬着头跳道 莫哭 莫哭 一哭就错了锐气 横竖响只在此山 我们寻寻去来 他两个果奔入山中 穿岗越岭 行够多时 只见那石崖之下 耸出一座洞府 两人定不观瞻 果然凶险 但见那 别仗尖锋 回卵古道 轻松翠竹依依 绿柳壁无然然 崖前有怪石双双 林内有幽琴对对 见水远流冲石壁 山泉系滴慢沙滴 野云片片 摇草千千 妖狐角兔乱窜缩 角路相张其斗勇 披崖挂万年藤 身鹤半旋千岁百 翼翼微微七华月 落花体鸟塞天台 行者道 贤弟 你可将行李 歇在藏风山凹之间 撒放马匹 不要出头 等老孙去他门首 与他赌斗 必须拿住妖精 方才救的师父八戒道 不肖吩咐 请快去行者整一整直 多 数一数虎群 撤了棒 撞至那门前 只见那门上有六个大字 乃黄蜂领黄蜂洞 却便钉字脚站定 执着棒 高叫道 妖怪 趁早而送我师父出来 省得掀翻了你窝巢 洗平了你住处 那小怪闻言 一个个害怕 战兢兢地 跑入里面报道 大王 获释了 那黄蜂怪正坐肩 问 有何事 小妖道 洞门外来了一个雷公嘴毛脸的和尚 手持着一根许大粗的铁棒 要他师父离 那洞主惊张 急换虎先锋道 我教你去寻山 只该拿些山牛 也知 肥鹿 胡羊 咱们拿那唐僧来 却惹他那徒弟来此闹吵 怎生屈处 先锋道 大王放心稳便 高枕无忧 小将不才 愿带领五十个小妖孝出去 把那什么孙行者拿来凑吃 冻住道 我这里除了大小头目 还有五七百名小孝 凭你选择领多少去 只要拿住那行者 我们才自自在在吃那和尚一块肉 情愿与你拜为兄弟 但恐拿他不得 反伤了你 那实修的埋怨我也虎怪道 放心 放心 等我去来 果然点起五十名精壮小妖 雷骨摇旗 缠两口吃铜刀 腾出门来 立声高叫道 你是那里来的个侯和尚 敢在此间大呼小叫地坐肾 行者骂道 你这个剥皮的畜生 你弄什么脱壳法 把我师父射了 道转问我坐肾 趁早好好送我师父出来 还饶你这个性命 虎怪道 你师父是我拿了 要与我大王坐盾下半 你拾起道回去吧 不然拿住你一起凑吃 却不是买一个又饶一个 行者闻眼 心中大怒 鼓蹦蹦 刚牙错念 低流流 火眼睁圆 彻铁棒喝倒 你多大欺心 敢说这等大话 休走 看棍 那先锋 急持刀按住 这一场果然不善 他两个各显微能 好杀 那怪是个真鹅卵 悟空是个鹅卵石 赤铜刀架美猴王 魂如雷卵来击石 鸟雀怎与凤凰争 伯哥赶河应要敌 那怪喷风挥满山 悟空吐雾云迷日 来往不禁三五回 先锋腰软拳无力 转身败了要逃生 却被悟空敌死逼 那虎怪撑持不住 回头就走 他原来在那洞主面前 说了嘴 不敢回动 竟往山坡上逃生 行者那里肯放 执着棒 只请赶来 呼呼吼吼 喊声不绝 却赶到那藏风山凹之间 正抬头 见八戒在那里放马 八戒忽听见呼呼声喊 回头观看 乃是行者赶败的虎怪 就丢了马 举起把 刺斜着头一住 可怜那先锋 脱身要跳黄丝网 岂之又欲赵鱼人 却被八戒一把 住的九个窟窿鲜血帽 一头脑水尽流干 有失为证 诗曰 三五年前归正宗 持斋把宿物真空 诚心要保堂三藏 出柄沙门立此宫 那呆子一脚洗住他的脊背 两手伦把诱住 行者见了 大喜道 兄弟 正是这等 他领了几十个小妖 敢与老孙堵斗 被我打败了 他转步往洞跑 却跑来这里寻死 亏你接着 不然 又走了八戒道 弄封射师父去的可是他 行者道 正是 正是八戒道 你可曾问他师父的下落吗 行者道 这怪把师父拿在洞里 要与他渗了鸟大王做下饭 是老孙脑了 就与他豆浆这里来 却着你送了性命 兄弟啊 这个功劳算你的 你可还守着马羽行礼 等我把这死怪拖了去 再到那洞口所站 虚是拿的那老妖 方才就得师父八戒道 哥哥说得有理 你去 你去 若是打败了这老妖 还敢将这里来 等老朱截住 杀他好行者 一只手提着铁棒 一只手拖着死虎 静置他洞口 正是 法师有难逢妖怪 情性相合服乱魔 毕竟不知此去可降的妖怪 就得唐僧 且听下回分解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